四令 司令 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 怎么一口酒能不喝呀 我的娘的娶媳妇 不是为了喝酒 是为了挣钱 再也说了 话又真喝多了怎么办 咱们进冬房 你给我听着 你小子也不许喝 所有抗腔的兄弟 都不许喝酒 要任务 费什么话 执行命令 是 二藤家子 记住了啊 一定要亲手叫到马思丁手里 我说梅大少爷的舅老爷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下了山你就进城了 辛苦兄弟们了啊 别啊 你辛苦 这三千块献大洋能不能到手 就全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蛇了 我是梅家长辈 这点小事你放心 我还真就不太放心 你说你这样就回去了 这也太不像被绑了票了 是吗 那你教教我 那你教教我 怎么就像被绑了票了 教教你 最回像了 快交门一喝 我呀 大少爷被绑了 快交门一喝啊 大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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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让土匪给绑票了 是娘的舅爷从土匪山上 跑下来报的信 那满脸都是血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难道不知道佛堂的规矩啊 大呼小叫的 出去 是 三千块献大洋呢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三太太 要是不给钱 土匪是要撕票的 撕就撕呗 咱家又不是救他一个少爷 再说了 哪有这样的大少爷 为了一个姚姐 离家弃足 小一年了吧 连个信都没有 现在一冒出来 就要三千块献大洋 我怎么听说 他好像也当上土匪了 八成是没钱花了 自己绑自己吧 你胡说八道 你要再敢这么说大少爷 我给你拼了 你跟我拼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就凭大少爷吃了你几天奶 老爷 连个下人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山 你给我住嘴 三妹 你忘了老爷给咱们家定的规矩了 凤姐在咱们家可不是下人 老爷 贵上的钱都拿来了 就这么多 有多少 七百块 才七百块 家里只有一千一 再没了 加起来一千八百块 还差一千二怎么办呢 都这个时辰了 哪还有钱庄做生意 一 三 三 土匪那都是急脾气 今天晚上就得给钱 三千块一个得也不能少 土匪手里的家伙可不得人啊 爹 救命 爹 爹 这不是要逼死人吗 老爷身体本来就不好 要因为这事急事我好歹来 这家可怎么得了啊 老爷 你先别太急 好 选择 舍绫 魏力了 不孙凭 我看 我陷队 赢 surprise 还哭呢 不能因为说你好看我就哭起没完呢 别哭的 别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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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得娘的嚎啦 幸福病 我暴停机场啦 臭 死人饶命 死人饶命 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吃我死人 死人饶命 下去 老爷 三千块钱打烊全在这儿了 一块都不少 谁去送呢 上土匪山犹如进阎王殿 这是咱没家的家事 不能坏别人 我亲自去 老爷 不行 你怎么能上山呢 土匪要是看见你 还能让你下山 不得再讹咱家一万两万的 可是 你看看咱们家现在的眼 我总不能让你们女人去吧 我替老爷去 女人怕什么 我这么大岁数了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二太太精致玉业 不能上土匪山 我去吧 凤姐 别争了 还是我去吧 好歹我读过几年书 见过些世面 玉芳 有话 等我把贤祖接回来再说吧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走 凤姐 给我去备车 玉芳 老爷 什么话也别说了 我的心你知道 贤祖虽然是大姐生的 可是从小就跟我最亲 来人 帮我把县大洋装上 等等 我王府愿意替老爷送赎金 保证输回大少爷 万两位 土匪歹毒 稍不留心 就会送命啊 再这说了 这是梅家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 不必担这个凶险 这话差了 王府近梅家十几年了 受老爷和太太买的大恩大德 师穿用肚 从来没把王府当外人 现在是用人之计 王府怎么敢拿自己当外人 二太太毕竟是女人 万万不能上土匪山 王府是掌柜的 也算是见过些世面 这事非得我去不可 王掌柜 上土匪山千辛万苦 你的腿 王府这腿是有些不争气 但就是爬 我也爬上土匪山 救出大少爷 王掌柜 来 快快请起 王掌柜 我替这个孽子 谢过他服输了 不行不行 外人女婿 这三千块现大洋 交给他一外人 我不放心哪 要不这么着 我跟王府一块去 我好歹是没家长辈我 什么什么 三千块大洋 固土匪抢一破花轿 要花三千大洋 这老梅子 可真是出来搬家子了 笑死我了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固土匪抢花轿 是土匪绑了梅贤祖的票 要三千块现大洋 他们正准备 凑齐了就给送去 要我说啊司令 干脆找个人半道上就给 你够屁 这点小钱我要去赚吗 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 能去赚这点小钱 你怎么琢磨呢你呀 混账东西 把医生串上干什么 你爷们儿还得收拾你呢 司令啊 这点没天的 等到了晚上 我先好好伺候你 晚上不行 晚上你要不是还有事呢 我先告诉你个事 你那个卖油郎的梅贼大少爷 花了三千块大洋 让土匪结你的花轿 没想到结错了 多悬哪 要真让他结了结 哪有咱俩今天的好事呢 你说 咱俩是多盛的缘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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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没事 兄弟们 我动房了 我的花轨让你受委屈了 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 才一直让他们绑着你 累疼了吧 这些土匪也太不是东西了 我给你那几个戒指 全让他们半道给撸走了 没关系 回头我再送你 你使这么大劲干吗呀 这么半天了 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 我是你的卖油郎 我聪明吧 我听说马戎那个狗司令要娶你 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 才想出这条毒计来 我花三千献大洋 故黑龙山的土匪把你抢上了山 当然 你知道我身上没有献大洋 那三千块是我爹出的 谁让他不让我娶你呢 这回我让他好好地破破裁 我的花魁 现在我们已经败了唐城的夫妻 咱们赶紧给我爹生出个孙子来 气死他 来吧 你是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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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我自己人啊 你别拿枪对着我呀 我是来送绑营的 三千块 一块都不少 来 第四千块 刘城 包括司令 队伍已经全部集合完毕 嗯 司令 我说今天这么大的事 人一口酒都不喝呢 敢情是为了上山剿匪啊 废话 黑龙山的土匪是我的心头大患 胆子越来越大 连花轿都干结了 不搅了他们 我对得起玉萍的百姓吗 司令胸怀江山社稷 真是大英雄 可是这黑龙山山势险峻 咱们摸黑上去 是要吃亏的 吃亏 吃了亏 我还配当这个剿匪的司令 胡大夫 把司令早就有安排 山上的土匪 也有侧用 司令 告别 秦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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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骑到 海老六 你叫老以后我把钱给你带来了 你当上大家伙的面给我磕头排队吧 他娘子跟谁装大倍的 敢不敢跟我冲大倍了 韩老六 你太不是东西了 闹着玩你这 这下死都饶了你 梅家派谁来送出去呢 我 我 各位好汉爷 为何不见我们家大少爷啊 这现代洋全都送来了 就让我们把大少爷接回去吧 你是梅家什么人的 爸 大娘家呢 我认识这个人 这是梅家药房大软柜的 排阶 坐堂 看病 病啊 瞧得不错 别人都管他叫那个福叔 郎中 福叔 你看看 我们黑龙山上病情马壮 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郎中 我说 你我在黑龙山上能见一遍 那是缘分 留下来 以后 我黑龙山上的兄弟有个病啊 有个字儿的 你就帮他们教 啊 老廖 在 上个黄汤 好嘞 这位好汉爷 我是来借我们家大少爷的 大当家借你的酒 你敢不喝 我 我不会喝酒 喝 喝 喝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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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你到底是谁 我正想问你呢 你们是哪路土匪 连花轿都敢抢 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 夜里血灵掐死你们 吸开你们的血 我的母的呢 你 你说 是谁让你剃的牡丹 我的牡丹是不是 现在已经被马荣给祸害了 谁是牡丹 福叔 福叔 兄弟们 按照咱们黑龙山的老规矩 这三千县大羊 黑木桥 你混蛋 你个小人 为了骗我们家三千县大羊 居然随便找了个娘们 冒充我的牡丹 你还配是土匪吗 你背信弃义 狗屎不辱 你她娘就是个骗子 一点江湖道义不讲 黑龙山的弟兄们 跟着这样的大当家的 你们算是投错了胎 干脆 你们跟着我 把这个不仁不义的黑木桥 撵下山 你们都拜我为大哥 你们说 我梅仙祖好歹知道 什么叫掩耳有信 什么叫一言九鼎 我比她强一万倍 你 你 你她娘说什么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都死你 我捏了吗 老刘 把枪放下 林仙祖 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怎么被信弃义了 我让你们抢的 是清远镇的牡丹 万花楼的头牌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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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才不是个东西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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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币我分开 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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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兴瞧 要想活命的话 赶快把我放下身 刚才 我可是看见红娘子显灵了 说不定 她马上就造 到时候 你们几百点小命 一个也跑不了 哄 接着哄 怕奶奶的 哄开了算 你们听 狗娘子带着天兵天降已经到了 你们这群土匪还不知悔改 赶紧让出一条道来放我下山 我要是下了山 你们兴许还能活命 这娘们儿谁啊 蛮鬼风暴 打扰她了 红娘子娘娘 你看到了吧 这群土匪 无法无天 他抢了我的花将罪该万死 红娘子娘娘 红娘子娘娘显灵啊 让你手下的天兵天降 杀灯个天降不了 兄弟们 不要慌 不要听这个小娘们胡说八道 一定是有人偷袭我们黑龙山 快去打探 是 打探这样的 打探这样的 马鸵带了好几本耗兵 打到渡口了 我们都被包围了 看清楚了吗 千真万确确实是马荣 我们好几岗哨都被马荣灭了 队友们 跟我冲出去 跟马荣拼了 是 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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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恶说得对 一定出了奸细 我看这个奸细 就是梅家大少爷 还有他们几个 那个小娘们 他们都是一伙的 来人 把他们先给我衰事犯端了 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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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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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边去 上 马荣是吧 马荣来宫山 你们对我们是什么厉害 兄弟们 谁给我把枪 我出去灭了他 行了奸细 别在这儿演戏了 孙子 说我是奸细 那你他娘子就是奸细 黑木椒 我一直以为你们黑龙山上 个个都是英雄 没成想啊 大敌当前 都变成了缩头乌龟 你们黑龙山上的三当家的 四当家的 五当家的 去年不都是被马荣砍了脑袋 你们不想报仇吗 你们不想报仇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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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没险阻没长眼睛 我怎么他娘子上了你们黑龙山了呢 没人敢出去是吧 也没人借老子枪是吧 我还不用了 笨大少爷 一个人出去 也要把马荣脑袋割下来 让开 站住 梅大少爷 是条汉子 听我黑木椒说句话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如果你这样出去 你根本见不到马荣 只能见枪子 你这不是报仇 是送命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 我没嫌祖宁死 也不能向马荣这老贼认怂 跟我说 兄弟们 现在不是找奸细的时候 马荣的人比咱们多 武器 也比咱们好 为了保存实力 让我撤 大哥 这还往哪儿撤啊 大哥 老六说得对啊 都打到洞口了 往哪儿撤啊 二位兄弟 咱们虽然是一个头 磕在地上的兄弟 但大哥还是有件事 瞒着你们了 大哥对不住了 我这也是 为了兄弟们照相 走 把刀都放下 别跟黑龙山丢人了 是 立背 兄弟们 凐头抵到同虎山 火利 弟们 他好对斯基大当家的撤 龙头有的弟兄 怎麽找侧 是 停下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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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给我放下 都放下 老二 你的娘娘干什么 你疯了 我闭嘴 老六 大伙听我说 今天马思琳上山 就是来专门打黑木桥的 绝对伤不了大家的性命 只要听我的 把黑木桥交给马思琳 从今以后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马思琳已经答应了 所有的兄弟 全部收编 发枪 发子弹 发娘们 每个月还有限大牙两块 老二 你是奸戏 黑木桥 你的气数已尽了 能死吗 老二 谁在上前去不 我先崩了他 退下 退下 什么话跟你们说吧 今天外面的七八个港少 我安排的都是我的秦哥们兄弟 现在早就回顺马思琳了 马思琳的大军已经到了洞口了 你们还不投降吗 弟兄们 马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阎王 我们既然上了山 一日为匪终生是匪 他恨不得砍了我们脑袋去妖功情商 咱们可能收编我们 弟兄们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马思琳对我早有成怒 愿意跟我领去想的 先把老六个宅了 谁敢 我当是谁找了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 糊弄我 原来是二当家的您啊 二当家的你不仗义 你是马司令的人 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呢 实不相瞒 兄弟这次上山 那也是马司令安排的 哎 马司令简直是诸葛亮在世 大智大勇 运筹帷幄呀 是吧二当家的 你是 你 你 哪个想吃枪子呢 指一声 救命啊 救命啊 老黑 你没事吧 对不住啊 马荣这狗贼 八成是笨我来的 我给你们黑龙山添麻烦了 鸭子 我跟马荣的仇 不共代天 他剿山 更不是因为你 兄弟们 愿意跟着马荣吃军场的 去留下来 大哥不怪你 如果 想跟着我黑幕交道 随身 愿意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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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人跟他了 我没人跟他了 老黑 大大哥 弟兄们 抬上大当家的 从地道里射 是 弟兄们 冲剑脱回洞 活着黑幕交 上二百块鲜大洋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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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ж 四两 估计是山洞里有暗道 黑木雕跑了 跑 他能跑哪去 孙悟空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本司令早都不下天罗地网 等到明天一早 就到后山给他们收尸 笨蛋 误误 蠢驴 在黑龙山混了好几年二十当家子 连黑木雕逃跑的密道 你都不知道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给我当团父 该 报告司令 这个好像没死透身上也没伤 这不是梅街药房大掌柜的吗 真是邪了他也在这儿 抬回去 是 别忘了跟梅以河要赏去 是 是 马主大夫 来人来了 一二百土匪呢 好啊 马司令真是神迹妙算 弟兄们 不要着急 当土匪靠近了再打 是 是 走 打 杀 弟兄们 别追得太快 好吃好对食 咱们地势不丑 别上了土匪的大 是 干什么呀 大哥 大哥 快 让他们走 快 快 快 不能跑了 怎么了 你这臭娘们儿 你胡说什么 不保当死啊 你没听见 对方的枪声远了吗 天黑路不熟 他们不敢太靠近 先把他放下来 你要干什么 再这么跑下去 这个人非得流血流死不可 你们顶住追兵 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先帮他止血 你要给他止血 枪子儿在里边了 你止得住吗 我是个医生 我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 如果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 当然 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 那这个人要是没命了 你们也别怨我 弟兄们 是 是 别了别人 这种大当家的 是 是 给我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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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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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河 还真有一套 你到底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要冒充牡丹 我不认识什么牡丹 你们抢了我的花椒 花椒里做的就该是牡丹 哪有这道理 只需牡丹做花椒 是个女人就可以做花椒 顶不住了 好了没有 好了 快 我刚才问你 你还没回答我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在大上海上西医大学 怎么跑玉萍来做花椒来了 跟你有关系吗 ugly 弟兄们 都静止点啊 司令可是说了 活着黑木鳩 赏二百块仙大洋 这小子没地方跑了 咱lan得加把劲 回去领赏钱 伙众黑木舅 回去领赏钱 伙众黑木舅 老柳 老柳 好好放下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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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奶奶了 这帮孙子腿真快 跑了半宿都没甩掉 大哥 对我一枪 好好打死 不然的话 会连累兄弟们 靠 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韩老柳 你就是条傻狗 能活着干啥要死啊 我偷偷了你 你敢 哎呀呀呀 别下去别下去 你呛一下 那胡百万就听见 那好时候打打谁都活不了 真的不能再走了 必须马上做有数 我把子弹给取出来 不然他肯定会没命的 你能做啥 这荒椒野岭的战 有刀有酒我就能做手术 我王小红一定能去活他 你叫什么 必须找一个相比安全的地方 我需要半个小时 老六 大哥活不成了 别听这男人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 老六 给大哥一把枪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不如大哥 老黑 你真是个大英雄 我没想到佩服你 老六 把你们最好的家伙都给我 想活命中 想活命中 你别把这个事情 你选择到来 而且你能厉害 你跟老八道 你不是要有什么 那样 自己的女子 你不是要想活了吗 你没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准备麻药 准备啥 哪有麻药啊 你不是说有酒有刀就行吗 你愣着干什么呀 你到底会不会说那个手术啊 姑娘 你快走 老六带着兄弟们 找个安全的地方 你听我说 没有麻药会很疼 如果你能坚持得住 我马上 马上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我不怕疼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 就在前两天 我给一个小子 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 就是因为没有麻药 他疼死了 你还能相信我吗 红luk ن红柿 大卤 大卤 这子 似乎 cend猫 感谢观看